各位 种榴莲呢真的不简单 果太多真的是很烦恼 没有果也是烦恼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们看我上个影片的话 如果果太多 那个枝会支撑不住 会断枝 就10颗榴莲就不见了 然后呢今天我也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过后就马上去挑果 挑的多少粒呢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呢 就有20颗榴莲了 20颗 其他的还没有去捡 看到吗还没有去捡 超过30颗这棵树 30颗的榴莲给我们 全部摘摘下来 因为感情还会断枝 你看到有些呢 有一串的有五粒六粒的 我们就把它挑掉 看到现在我的员工在上面呢 在绑着榴莲树 顺便挑果 所以你们说榴莲是不是很头痛 虽然说 是一个体力活 我们要的是大丰收 可是大丰收的时候 我们也担心树的健康状况 所以真的是很头痛 很懊恼 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要做决定 保住树才是最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